以死謝罪是不是 我要醒著看這一切 以死謝罪是不是 我要醒著看這一切 我們吃飽了 現在要去一個神秘的地方 現在要去一個神秘的地方 我家 將將將將 辣椒好香 我的天 第一屆 剛生辣椒咧 對 剛生辣椒咧 好緊張 這是我第二次米酒沙 第一次米酒沙 第一次米酒沙 跟第二次米酒沙 跟第二次米酒沙 所以我選了 但今天就完蛋了 總冠軍 OMG 所以真的很緊張 不要查我 讓我有那個 我希望跟你當 我不要當狼 你不喜歡當狼嗎 我只玩過一隻 不喜歡當阿 你都有狼來了的歌曲了 說狼來了狼 那老歌好樣 不要逛我 讓我有喝醉的體驗 不想要把你灌醉 不要被你灌醉 不要被你灌醉 你不喜歡被灌醉嗎 你喜歡被灌醉嗎 你喜歡被灌醉啊 你平常都唱你幫我灌醉 你幫我灌醉 這麼多狗狼在裡面 我正中 要完了 要完了 我今天一定要喝超多 表現我好像很喜歡 他也在想 可是上面有什麼好嗎 我可以賺 幹人欸 我去別家錢 真的很快 試試看 這個 一顆四 六八十 十一 三分之一就有差不到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要 你剛剛猜到半島二人 你覺得咧 三顆錢 你還倒酒是不是 我沒有說過 好啦 今天其實玩這個啤酒廂 純粹是我們娛樂效果 有一點是在跟 楊承寧的第二次致敬好不好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想說 你有沒有想要再Copy一下 那個楊承寧的第二次 但是其實我覺得已經夠了 就是我很感謝她 恩人恩公這樣 然後就是覺得 第一次做這個Vlog 然後有這麼好的回想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所謂的啤酒廂 其實這都是我自己發明的 我自己玩到沒不熟 我自己玩到沒不熟 漂亮啦 漂亮啦 皮膚棒 沒有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哪裡是在會走性 還是我們就把啤酒沙 把它發揮到真的很靈性 四字八 不過這次就算是 野人氣要不弱的第二級衣肉 也是正式一隻 真的要處處玩 呈現生活的一面 到底是在怎麼樣發生的 其實我後面這些朋友 都是我第一次見面 他們是 半導 在短短的 大概200小時時間 這影片 那接下來的這幾天 我都會在短短這邊潛水 用著我們的半導海人 一起注意安全 不管是野人 或是很專業的達人也好 都是需要安全 真實的VLOG 就是我到底平常都在幹嘛 再用自己的一個下班時間 時間就跟乳溝一樣 擠一下就有了 明天就要開始我們的前旅了 好不好 大家應該還興奮了吧 很期待喔 好啦 加油 Yeah 很期待